LPGA取消參賽資格 我國陳彥寧考試舞弊遭舉發 根據LPGA報導指出 4年前拿過了美國NCAA個人冠軍的 我國高爾夫球女將陳彥寧 因為在LPGAQ系列考試中發生舞弊行為 遭裁判調查後確定取消參賽資格 LPGA聲明表示 陳彥寧在第7輪第17棟開球時落在了界外 當時一名局外人將球給減入了界內 但陳彥寧和感弟在知情的情況下 卻繼續下一棟的開球 遭到DQ 消息指出事件會曝光 主要是因為球場旁邊的屋主 親眼看見有人將球給移入界內 據描述 這個人就是陳彥寧的媽媽 林玉貴 陳彥寧當時在2010年 拿下了美國青少女高球錦標賽冠軍後反台 其實就曾為年幼時作弊行為道歉 如今又再次舞弊 實在無話可說 蘋果體育中心綜合報導 於是 對 裡 不 突然 這是 感谢观看